一群人鬼鬼祟祟在空无一人的校园走廊 不知道在干什么 突然他们盯上一旁的洗手台 其中一个人竟然直接踩上去 沿着后方的铁架往上攀爬 一个 两个 三个身边的同伴都一一爬上去 消失在镜头中 已经把两个爬上去了 离谱行径发生在云林一间国校 12号晚间8点多 5名国中生夜间进入校园 无聊当有趣 攀爬洗手台还把雪龙头给踹断 发现有一群青少年 在我们洗手台这边玩耍 然后攀爬到二楼相当危险 而且也造成学校公务的损坏 校长说三个月来 雪龙头断了五次 还在校园内发现烟蒂 实在是人无可忍 才将监视器po网 告诉他们欢迎来学校运动 但是不要做出不尊重校园 也不尊重自己的行为 未来我们会跟派出所 然后社区寻守队 请他们协助加强 夜间的巡逻 那另外在学校部分呢 我们也争取经费 来增加学校的监视设备 让校园安全能够更加的落实 国中生夜闯国校 把校园当游乐场 不仅造成校方困扰 也将自己的生命安全 抛逐脑后 离谱行径 让人摇头 记者廖文斌 陈广瑞 李云杰 云林残永报导